歡迎分離新一集大王OpenBox 我想大家看到我們眼前的這盒東西 可能感覺都會有點微妙 好像藍哥這樣說 之前我開箱過機甲鹹超的那兩隻 都說是詐騙例子 不過大家說是詐騙的 上次Animation款都詐騙 為什麼又買那隻回來呢 因為我們網台都拿過來的 DK哥 又是我 又是DK哥 這盒DK哥也是拿過來的 不是釘來叫我們收拾的 我明白這盒玩很多次 但我還是繼續玩 因為太好笑了 DK哥買到這一款 它的名字叫什麼 我忘記了 它叫做 Bamula 伯母拉 好像是伯母拉 如果看Netflix玩 一個很帥的鏡頭 就像拍攝鏡頭 就說疑似天空中有這些東西 很帥的 他也會霸氣的一隻角色 但上次就說Animation款 那兩隻都很微妙 詐騙例子 真的詐騙 到底這盒是不是也是詐騙呢 DK哥就沒有開出來給我看 鄧哥現在拆禮物 還有它的造型是 漫畫和動畫都很大出入 所以我才會夠膽買這盒動畫版 它的顏色分別還是怎樣 造型上面其實都不同 漫畫版是會再硬插一點點 噢 再惡一點 對 它的樣子已經善良了 好 那我們就看看它是否詐騙例子 好 麻煩你刷 DK哥 但這盒是普通賣的 不是 如果香港的話 應該是普通賣的版本 但是它也是雲初環定的 對 但是它在香港就會變成碎機的行貨 噢 噢 那已經索性了 就開了 咦 我們掀上 要盒嗎 不是因為這個盒量是比較好 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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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為了省膠這方面 我覺得非常好 好像一開就整個飛遠 好了 已經 是 好 那我們先拿了本體出來看看 到底有沒有 詐騙呢 好 讀讀先 其實看起來就 我覺得感覺比 我那兩隻好 你好過 那兩隻的原因 你拿回盒子過來 是因為 盒子 後面 它不是像上次那樣 上次那個是反光 反到好像電到那樣 它也有少少分別 但是這個分別 我可以當是攝影的分別 還有可能這隻會容易做些 這隻 這個 落差就感覺上 真的沒有我那兩隻 上次 是 好一點 好一點 南哥你覺得怎麼樣 上可接受 我覺得 DK哥你覺得 有沒有重招 骨關節 就是 腳的關節 應該是這個系列的一個 冒病 但是 相對 咸超那兩隻 這隻 我覺得 中伏 機率是比較少的 即是 一開盒的時候 都很幸運 不算太慘 那我們就先看看 全身 來 這樣 這個 原浮狀態 然後 我們就轉身 去看看 背部 這個位置挺好的 這個背部位 那條美容骨 挺有型的 這個位置 OK的 接著 機甲感 那種鐵皮感 一瓣一瓣 我覺得做得OK 顏色 現在有少少燈補了 反光 我覺得真的挺漂亮 接著我們再看看正面 看看頭部 其實OK的 細節的細節 好像可以出來 真的沒有那麼膠感 上次 隔過盒 已經覺得很膠 擦完之後 覺得更膠 這次也沒有這件事 那我們就試一下 這個關節 再看配件 好 先動一動 它就是可以 咦 它擋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 它剛才是向上和向下 對 它就是這樣 向上 它好像沒有一向左右 沒有 少少 少少 但是 它的重點都不一樣 它的重點是機甲 對 重點是機甲 當然要擋左右 它有少少的幅度 擋過來 這樣擋 這樣擋 這個 它是可接受的範圍 就是擋的方面 然後手 也是 慣常的那種關節 然後這裡 感覺上都OK的 特別是 我們錄音樂之前 玩的那隻真骨 就覺得這個關節 好像頓時沒有那麼害怕 即是覺得穩陣一點 扭下去 就頓時覺得沒有那麼害怕 感覺 但對比之前那兩隻機甲 你覺得 玩下去的感覺是怎樣 至少手的扭動幅度 我先試一下這個 我覺得因為它沒有機甲頂著 它設計好一點 那個活動範圍好像大跌 之前那隻真的是很頂手頂腳 當然它也是沒有做這個位置的那個關節 也是跟那隻一樣 還有我看過鹹超那隻 它沒有做 但是它那次真的設計到會頂位 這次就沒有的 它遇過波裝位 走位都多 這隻最重要是因為它不用拿武器 就變成這樣設計都可以的 那 咦 我動了這個 然後腰 看看 應該在上面這個位置一個 下面近屁股又一個 那我先動一下 看看 這裡要小心跌 看看 這裡 對 小小的活動 然後腰 我先試一下 對了 就是慣常的腰關節 我挺喜歡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樣挺漂亮 還有它那些 你那些換肌肉感是OK的 對 對 然後腳的關節應該也是 平時這樣 可以拉出一點 對 這樣 拉到多一點 就可以 踢腳踢到更加像這個 這個滋滋burger 可以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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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還有它 整隻腳去到它 這些位置 挺漂亮 那些東西 它的圖滋層 沒有上次那隻 那麼厲害 它這個前面的層次感 感覺上是 層次感好很多 對 然後腳 這個位置其實挺漂亮的 OK的 你就這樣拍 當然打光 對 你打光一定會更漂亮 但是它就算 不打的時候 也不會很膠 感覺 當然這位置就是 Achic Trap 慣常的那一座 處理 兩重 這隻 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出浮游的狀態 是 其實它的腳 也有一點 特別的 就是它會 拔出一點 小小的時候 可以 用手底一點 可以再多個關節 好 我們這樣 動在鏡頭看 這樣嗎 就是它這裏再多關節 哦 其實它都是腳的球型關節 不過就是 因為這個沒有東西頂著 它就可以讓它活動快 做很多 好像噴射器一樣 應該是不斷扭的 看起來會比較有趣 對 其實看這隻 沒有我那兩隻 這麼 一開盒就 WTF 那種感覺 都是期望落差問題 你的官圖 搞到好像 電到這樣 反光一樣 很難想像 你這樣做的 它現在這樣 真的不算 說 不算 詐騙的 真的不算 想與現實 我這樣好很多 已經是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它的零件 它真的相當多零件 因為它本身也不多 其實它已經內附了一個 Stand 對 因為這隻是懸浮狀態 所以它也有跟回 一般的雲 Stage 給你 這個就不特別開 因為基本上 雲是 笨帶系的 都用這個 大家玩開 就是慣常那個 然後 它還有一支 Ironman的手炮 這隻是Viuro Ironman的 手炮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這個 波波 這個很漂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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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球 能量球 這個就很漂亮 就是手跟著 整個波 塞在地上 應該是類似 這個我覺得 做得不錯 上面的手也OK 波波又有那種 好像整個爆風 一個能量球 這樣撿起來 挺OK的 所以 這個整體來說 都沒有問題 不會中伏 真的 跟我那兩隻 這隻 就開心很多 那 我現在有點後悔 那時候 不去訂購 這隻 但是 我不知道 我看到那兩隻 就想 三隻正常一套 那兩隻 真的太微妙 但是這隻真的挺漂亮 如果 假設有機會 大家會喜歡這隻 我覺得如果 後追 它有些 找到價錢OK 都可以 考慮一下 這隻 真的挺厲害 在細節方面 實在是 挺漂亮 相對來說是好 比上一隻 例如剛才阿檀說 它背部的 這個位置我很喜歡 而且它前面 就是它的 腹部 你側面 由正面 到側面的紋 我覺得OK 好像這條脊椎 好像是頸 這個位置很漂亮 甚至是中間的燈 很震 不好意思 OK 中間的燈 也是十分漂亮 所以這隻 其實我覺得 上色方面也OK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留意一下 絕對不是我 那兩隻禁服 大家放心 不是 你都經歷了兩隻禁服 才知道我這隻禁服 不要這樣 我不想這樣 制憲 我想要三隻都漂亮 可以嗎 有興趣 可以看之前我開過兩隻影片 亦都 多謝阿DK哥 有連結合玩具 過來我去開箱 之後有機會 阿DK哥又再連結 當然也會 和你一起開玩玩玩 好 多謝大家 收看今集的 大王OpenBox 我們下次回來的時間再見 拜拜